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观世杰 今天我要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哑巴救过我的命 那是在196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七岁 我们市里那天召开市的田径运动会 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就带着我去看运动会 我们到了体育场里面,看见很闹热 有跳远的、跳高的、百米赛跑的 那些运动非常的精彩 后来我们转来转去,就到了那个投手榴弹的地方 因为当时1962年的时候嘛,国家战备搞得非常紧 那台湾要叫嚣,要反攻大陆 所以说那个军事训练特别的紧张 那个投弹区啊,特别的热闹 投手榴弹就是啊 我的哥哥就带着我呢,就拨过那些人群啊 不知道怎么钻钻钻,因为人的个子矮嘛 就钻到那前边去了 就看见那头弹手啊,一个比一个头的远 我们都某这儿的那个拍掌啊,叫好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选手啊,他失手了 一下子那个手榴弹就乱飞了 就朝着我的头的这边就飞过来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啊 只见有一个人呢,当时我很小嘛,我才七岁 只见那个人一下子就弓下腰就抱住我的头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听着噗的一声 一下子那个手榴弹就砸过来 砸在那个人的身上的屁股上,幸好 因为他是背朝着我,是有心的保护我 他的头抱着,然后他用屁股朝着那个手榴弹飞来的地方 那个方向,终于挡住了手榴弹 要不是他挡住那个手榴弹的话 那个手榴弹一定是砸在我的头上 肯定我的头马上就要开花 当场就没命了 当时我吓得是大哭起来 周围的人一下子都围过来 哎哟,看见那个人 这会儿我才仔细地看那个人 大概有一米五五高,比较矮的一个人 那个人他保护了我 后来周围的人都问他有没有伤着 看看伤情怎么样 但是他,后来他手在笔画 后来人们才发觉他是一个哑巴 他不能说话 但是他救了我的命啊 哎呀,当时我哥哥也吓着了 后来我哥哥把我带回家 说起这件事情 我妈妈听见以后啊 赶快牵着我们兄弟俩 这个到那个体育场去寻找 找那个哑巴想要 想要当面感谢他 但是没找到 反正在我的心里边 他就是个子比较矮 大概有一米五五左右一个人 我记得他的背影 还记得他 拨开人群 慢慢的一瘸一拐的 这个捂着屁股的地方 他就走了 后来很多天以后 我都还是在去体育场 旁边去徘徊 想要找到那个救命恩人 那个哑巴 但是都没找到 这个事情一直压在我心里头 几十年我都记着 忘不记,忘不掉啊 后来我上了工作以后 上了班以后 到了1980年的时候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 我还写过在登过报纸 写过一个寻人启示吧 登在咱们市的报纸上 说明了时间地点 然后事情的经过 想要寻找这个哑巴 但是登出去以后 就如石沉大海 没有音讯 没有丝毫的音讯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2014年 2014年的时候 我还是处于失业的状态 因为年纪大了 工作又没有找到 2014年我已经59岁了 那个时候那年我妈妈住院了 我妈妈患了冠心病住院了 医生就说要按一个支架 心脏支架 来缓解那个心脏的疼痛 当时我就很为难 因为当时我没钱 因为我失业已经很多年了 医生说那个支架要一万多块钱 当时我没那个钱 我妈妈也拿不出那钱 很伤心 正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医生 第二天的医生就过来给我们说 他说安吧明天就安 他说有人给你出钱 把钱给你交了 哎呀我当时很纳闷 我说谁那么好啊 后来医生就把我叫到旁边的一个病房 他说是那位先生给你交了你妈妈的支架钱 我一看呢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一米五五左右一个男的 医生说他是一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是他给你付了你妈妈那个钱 哎呀我心里一想怎么 我就想起那几十年前的那个救我的那个哑巴 我就上去问医生我说 他怎么会帮我交那钱呢 医生说他患了患了癌症 可能没几天呢 他说他把这钱没用完的钱呢 他是捐给你妈妈按支架 啊我想怎么会是这样呢 后来呢我妈妈顺利按了支架 但是呢我不能欠人家的人情啊 后来我就在医生那儿要了那个 哑巴的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吧 就沿着那个复印件 我就找到他的家里边去了 后来我一见到他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1962年的时候有一次开运动会 你救了一个小孩啊 他一想啊 他说是有 他不是说他就点点头 然后他就用那个纸啊用笔写在纸上 因为当时我说的时候嘛 他爱人在旁边 他写了纸上 然后他看了一下 他连连点头 哎呦我这就肯定是他 他救了我的命 这一次他又在帮我 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啊 这个人我终于找到了 我的救命恩人啊 他不会说话 但是他的心灵呢 特别的善良 这个人 现在 他还在 天哪 他还在人世间 今年他78岁了 那年说他要死了 得了绝症 但是他回去以后呢 奇迹发生了 真是人在做 天在看啊 善人有善报 他又活了 这几年 他的病没有好 但是他还存在 我心里面 特别的感谢上苍 希望我每一年过节 逢年过节 我都要去看他 希望我的恩人 能够再多活几年 好人平安 谢谢各位 再见